大家好我是旭哥 波卡丸 歡迎收看旭哥 手遊攻略 那這是英雄女好狗 好那旭哥今天這一集攻略呢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所有的玩家一定要仔細看完啦 就是目前網路上有一些謠言啦 就是說什麼啊 呂布啊有一些角色可以超越他 呂布不是最強的啊 或是什麼的 有一些謠言 然後說什麼關於比呂布強嘛 或是什麼的 那旭哥這一集攻略要非常認真 仔細的來幫大家講解 這些謠言為什麼不可以相信這樣 那就是你不要被一些奇怪的網路謠言 或奇怪的一些文章就被騙了 那其實呢 實戰目前呢 虛哥直接給大家看了 452億的戰力 將近453億的戰力的這個隊伍 那最神的角色還是一樣 就是用這個呂布主力 將近250億戰力的呂布 那假如關於這麼神的話呢 為什麼還要用呂布呢 所以基本上這一攻略啊 直接幫大家打臉那些 就是網路上的各種謠言 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目前這個台版最強的神角 是哪一隻角色 那為什麼最神在哪裡 那這一攻略都會分享給大家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嘛 禮品嘛 對話嘛 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那旭哥也有設置這個 英雄你好狗的攻略專區 那這邊可以找到各種英雄你好狗 還有這種三國放置手遊的攻略 好那旭哥這一集攻略呢 要滿認真的來講解一下 算是比較嚴肅一點 就是說網路上目前有一些說法 甚至可以說是一些謠言就是說啊 有一些角色是可以超過呂布 那其實都是沒有查證的 那就是有些戰力比較低的玩家 或是說一些就是 怎麼講拍拍影片啊 或是網路上看看文章啊 就說啊這些角色可以超越呂布啊 其實是假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情況是他們去看了一些路版的文章 然後路版就說 這個關羽會比呂布強啊 所以他們就會在這個影片就說啊 這個關羽比較強 或是說在這個網路上留言就說啊 關羽比較強 那其實都是沒有經過查證還有實測過的 那這種風氣呢 旭哥覺得是不太OK啦 你必須要經過實測嘛 因為你的戰力 有些才這個一兩千兩三千的戰力 兩千千萬的戰力就說啊 這個人家幾百億的呂布沒有比較強 那是有點好笑啊 因為大家看一下啊 這個隊伍四百五十幾億的隊伍 假如就是關羽有這麼強的話 那想問一下 為什麼就是人家四百五十幾億的隊伍會沒有用關羽呢 還是一直用呂布呢 所以其實基本上這個算是謠言啊 不攻自破就是 所以大家必須要仔細的去看一下 因為現在網路上很多不實的消息啊 就是很多謠言 那大家看新聞啊 或看什麼其實常會有嘛 那不管是說在YouTube啊 或是在各個影音的平台 或是在各個攻略的論壇都有這種消息 所以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目前呢台版最強的神角還是呂布沒有之一啊 所以千萬不要被騙啊 就是有一些 算是就是隨便說說或是上網看一看 然後就隨便拿來就是做攻略了 那其實是不太OK的 因為旭哥是有實際的測試過 而且這邊 四百多億的賬號 大家看一下 四百五十 最神的賬號呢 目前啊最神的角色呢 還是使用的是呂布 沒有之一啊 那假如關羽這麼神的話 那為什麼 用一個邏輯想嘛 假如關羽那麼神的話 那為什麼不用關羽呢 為什麼要呂布呢 其實這個就是很明顯就是打臉這些就是一些謠言啊 不管是說在論壇啊 或是說在一些影片啊 就隨便看一下路版的攻略就來講 那當然旭哥有去看路版的攻略 那攻略也有講過 其實關羽也是非常強的神角 那旭哥也有在最強神角排行榜 有把它擺在剪幾名 跟昨天攻略其實有講過啦 呂布啊 關羽啊 諸葛亮都是非常好用 所以旭哥這三隻都有擺這樣 那你要說這個關羽比呂布強 你必須要有一些實測啊 那真的那麼好用的話 大家都是最強的神角就是都會用關羽啦 不會就是400多億啊 然後還用這個200多億的呂布嘛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有一些謠言呢 呃不用太去相信啊 因為沒有實測過嘛 人家是真的有實測過啊 200多億的實測 那證實是比較強的 好 所以之前有講過嘛 這個最強的神裝目前呢 台版的是超級火箭 然後他這個之前也有分享過 呂布用這個神官之帽 他有雷霆咆哮 那這個攻擊攜帶護盾目標 直接扣除目標生命 並清除該是傷害 30%的護盾值 然後神器還有攻擊加2% 生命加1% 基本上就是最神啊 用這個神官之帽 還有抗爆啊 然後留一些抵抗 用這個神器 神器要到4000關才可以 那我相信啊 網路上那邊說什麼關語比較強的 可能連4000關都還沒打到 所以大家就不用看看 人家已經推到12224關了 那總戰力是452.4億 相信這個說服力是比較高啦 對啊所以大家就不用在這個 隨便就是聽一些留言啊 或是謠言啊 就隨便啊 隨便玩這樣 其實是不OK的啊 旭哥這邊呢 都是蠻認真的去查證 去屬實的 那當然路板呢 他們可以有一些可以參考 所以旭哥昨天攻略有講嘛 路板可以 未來是可以參考 那重點是 為什麼台版目前還是呂布出版 最主要是有些東西啊 路板有出來一些客製呂布的 那台版目前都沒有啊 那些未客製呂布的東西台版都沒有 所以大家不要再被騙了 台版絕對還是呂布是最神的 那不要再去相信一些奇奇怪怪的 YouTube或是網頁 或是一些論壇的文章或是什麼 就是因為必須要有實測過嘛 你要有實證證明他真的是比較強 那你必須要實測啊 比如說你可以拿這個200多億的關羽 跟200多億的呂布來打打看嘛 那真的比人家強的話那就OK啊 但是他們拿不出一個實測嘛 所以基本上那就是騙人 就是隨便找個網頁啊 找個什麼就隨便說一說 那其實是不太OK的 所以旭哥覺得這個風氣不可掌啊 所以旭哥必須要詳細的跟大家講一下 目前啊 最強的帳號 最強的神角 目前還是呂布啊 那 這個就是實測嘛 那有這個實際戰過 然後他人家也推到一萬多關了 一萬兩千多關了 也是最好用的 不管是PVP啊 目前都是最神的 推關到一二二二四嘛 那總戰力450而已 那你要說這個關羽有多強 那你必須要同樣的有這個戰力 然後推到更後面的關卡 然後 戰力 實戰之後還比人家就是強 PVP也比人家強 那你才有資格這樣講嘛 所以不要再相信一些沒有根據的謠言啊 對不對 就像拔獅子的頭髮會長頭髮那種 沒有根據的謠言這樣 有沒有 就是這種一些 呃 旭哥覺得還蠻 必須要嚴肅的澄清一下 就是有一些謠言就不太可以相信 網路上的 所以大家就是仔細看這個 旭哥攻略會幫大家做這個詳細的實證 也是最紮實的一些工略分享給大家 最多組的禮包碼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工略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左上角人頭 點進來之後呢 點畫面左下角的禮包碼 那在畫面中間呢 就可以輸入禮包碼了 那我們輸入這個 G-O-G-O-D-I-S-C-O-R-D G-O-G-O-D-I-S-C-O-R-D 接下來按兌換 那這個有點券 骨頭袋子還有綠寶箱 那接下來出入這個 G-O-G-O-L-I-N-E 接下來按兌換 這個有點券 狗糧還有綠寶箱 E-M-D-L-G-I-F-T 接下來按兌換 接下來這有這個 288的點券 還有五個青銅硬幣 爽啊 G-O-G-O 然後2023 接下來按兌換 這有點券 然後狗糧還有這個 隨機紅醬碎片 哇超爽的 直接拿神角 接下來是這個 Dog然後2023 接下來按這個兌換 一樣有點券狗糧還有這個金鐵 接下來輸入這個Dog999 就兌換成功有點券狗糧還有骨頭 接下來輸入這個 RANKINGNOE 接下來輸入這個DLOPENGIFT 接下來輸入這個GOGOGOHERO999 好那我們接下來輸入這個GOGO888 這個GOGO888 接下來按兌換就OK了 那開局的也記得到信箱啊 領取所有的禮包的福利啊 像是英雄你好狗的這個紅將 自選紅神將啊然後大量的碎片 然後大量的鑽石點券啊還有這個 轉蛋券都是必領的 好那最爽的福利最爽的公園都在旭哥的頻道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看旭哥手遊攻略我們下一集攻略見了 好 OK 落暑 暑